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6月30日 又是美好的一天 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131集 现在是上午11点08分 来看一下国际股市行情 昨天美股收盘 道琼小涨 那斯达小跌 还好 台股已经跌300多点了 不过上证指数竟然是涨的 看看大家最喜爱的富国神山 又跌10元了 创波段的新低点 从680跌到480 跌了200元 过低了吧 应该可以进场减便宜了吧 不过他的资利率还是很低 只有2.29 美国10年起公债资利率 还是3%以上 外资会来买我们的富国神山吗 而且这次的店会调涨 不管是对台股 或对富国神山的股价 冲击都蛮大的 所以这段期间 台股恐怕不太妙 美股起子小跌也是还好 来看一下昨天这一则新闻 一位退休公务员 他的退休金 跟他太太整次减用存下来的钱 一共3740万 就这样被诈骗集团骗光光了 为什么诈骗集团在台湾不会消失 因为被抓到付出的代价很小 诈骗成功得到的利益很大 您知道现在越来越不好骗了 为什么他们还要不停的打电话 因为他们知道 一天不管打几百通 几千通 只要能诈骗成功一通 他们就荣华富贵享用不完了 所以退休后要特别的注意 小心你的辛苦钱 被人家骗走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